大家好,我是Selina,欢迎你收看这一期的Super节目 我们经常说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每个家庭在选新车的时候呢,这个尤其重要 那么怎么才知道哪个车更安全呢? 那你一定想到了就是碰撞车是对了 在选安全性的时候呢,不能止上谈兵 一定要是经过实时的碰撞后得出的结果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一起看一下碰撞测试 我们平时听到的碰撞测试一般是有两个机构公布的 一个叫IIHS,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另外一个呢,是NISA,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 那这两个机构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随着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家庭 美国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率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达到历史的最高 大约是今天的三倍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民间和政府分别成立了旨在研究和降低交通事故的机构 IHS由当时代表美国市场80%的三大保险业的协会成立于1959年 而由美国政府于1966年设立的National Traffic Safety Agency和National Highway Safety Agency 就是变成后来的NISA NISA在1979年开始了标准化的碰撞测试 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而IHS呢,是在1995年开始汽车的碰撞测试 那你一定会问,这两个机构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个好问题 NISA和IHS两家的测试都包括了前碰撞 不过,碰撞的速度和部位不同 NISA的前碰撞是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碰撞完整的车头 IHS的前碰撞测试晚于NISA的测试18年 在这18年里,IHS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们认为呢,更多的交通事故是车头的一部分承受撞击 所以在测试里面,他们不是撞击车头整个车头 而是撞击车头的一部分 IHS开始的前碰撞测试是用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 分别撞击车辆的前部的大约一半,40% IHS在2012年又增加了Smart Overlap Frontal Test 就是小重叠碰撞测试 这个测试只用车头的四分之一来承受撞击 又进一步增加了对车体强度的要求 说过了前碰撞和车碰撞测试之后 你一定会问那有没有后碰撞测试呢 到目前为止,两个机构都没有这个测试 但是呢,他们同时提供了车向翻滚的有用信息 IHS还进行车顶强度测试 用来测试车辆在翻滚情况下 可能对司机和乘客造成的伤害 NISA不进行这个测试 但他们提供车辆翻滚的可能性 不过这个数据不是测试出来的 而是根据车辆宽度和中心位置算出来的 据NISA称,计算的结果和实际情况相差不远 IHS和NISA两个机构都做了这个侧面碰撞测试 但是两个机构的测试方法不同 NISA的侧面碰撞是用一个3000磅的物体 以每小时38.5英里的速度撞击车辆的侧面 IHS的碰撞速度稍低 每小时31英里 但碰撞部位的高度相当于被SUV或者卡车碰撞 更能说明小侧被更大、更重、更高的车辆碰撞的时候 受到的破坏 不过NISA还有另外一项侧面碰撞测试 就是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来撞击力处 这个测试的重点是对驾驶员的伤害 观众朋友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 帮你了解了更多碰撞测试的机构 是由哪些机构提供的 他们是怎么样完成的 那IH在2013年增加了一个前碰撞避免系统测试 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专门为你介绍这一项 感谢Jermonti Subaru 对我们这一次拍摄的支持和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